MING PAO TORONO MING PAO TORONO MING PAO TORONO Hello,又回來了 我現在會繼續回答其他的問題 如果大家真的想知道我何時出了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它就會有個鈴鐺提示我何時出了片 小朋友吃手指公不吃奶嘴 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你解釋 我的寶寶是不吃奶嘴的 其實那時候我不是很想吃奶嘴 因為始終怕牠的牙齒發展不好 但後來其實我那個人也給他 他都不吃 但是他有吃手指 不過我看了很多書 就說其實吃手指是因為 牠是第一樣觸碰到的東西 其實是對牠樂部發展 還有可以宣揉牠的情緒 我知道有些媽媽很怕牠吃到手指有爛等等 成為習慣 但是我覺得要看情況 這個是一個正常發展的時間 所以我就不會停止牠 會不會計劃生多個 會的 其實那時候我是想 生完牠之後馬上就馬上生多個 但是呢 反正現在生完牠之後 我很怕生第二個會昏暴了個胃 但我老公就不一樣 如果我是這樣想 就更加要快點生 因為我想牠那種 會很壞 會很壞 媽媽不會的 媽媽想分身 就是這個 埋身轉Bottles的過程 那其實我呢 到現在大部分時間是埋身 不過前陣子也會有些時間想去轉Bottles 因為我現在多了很多的代言怕吃廣告 那些 就是要一至十個小時在外面 我不會想牠這樣壓力 我發覺其實最好的方法 令牠肯喝奶瓶 是真的 你不是這樣 只要你這個鮮奶嘴 牠就一定肯喝奶瓶 好像那一陣子 我近到魚腳 不能進去的醫院 但是呢 其實你會發覺牠適應得快 就是牠又不肯喝奶瓶 牠變成肯喝奶瓶 之後吃了米糊 所以我覺得其實BB是很厲害的 真的不要小看我們的小朋友 其實只要牠不餓 牠一定會知道自己本身的生存 我前陣子也看了一部電影 叫星際官司 裡面有一個BB 其實我看到牠們真的很慘 所以我覺得其實牠們已經很spoil 奶量漸漸下降 喝了白奶瓶都沒有上升 怎樣算 那就是問我怎樣增加奶量 我沒有特別吃白奶的食物 但是我有喝很多水 我有喝很多湯 魚湯 木瓜湯 雞腳湯 花膠湯 肉湯 收肉湯 燉湯 其實什麼湯都好 因為總之起碼喝3-4碗湯 不停喝 肉 菜 還有飯 其實我反而覺得情緒 真的會影響奶量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陣子進去醫院 那天其實我已經很勤勵 每三個小時泵一次奶 因為我怕自己會失奶 還有沒有奶 但是我無論怎樣泵 我的奶也是少了 那我就覺得其實那個深情都很影響奶量 真的要保持一個好的心情 就是不要想 哎呀沒有奶怎麼辦 沒有奶怎麼辦 那你就會令自己更加去走向沒有奶的情況 因為你太擔心 所以跟自己說 其實就算我們真的沒有奶 讓她喝奶粉都沒有辦法 我們要這樣想 因為其實我們是她媽媽了 我們要保持一個好的情緒 令我們寶寶感到我們是開心的 下體生完寶寶之後 食素沉掉得很厲害 那一刻拔拔好臭怪 可以連續 除了激光之外 我自己呢 有了寶寶的時候 也有黑色素沉掉的問題 也挺嚴重的 尤其是冬房 那些位置 逆下都有 本身我很白滑 但是那一陣子就突然黑了 那時候我也有點擔心 但是呢 到我刷完之後 慢慢就沒有了這個情況 我發現 慢慢就燒光了 那我乳房 逆下 等等那些位置 都變白了 但是呢 我也有用這個產品 因為我接下來 就代言 還有一種女性私物的一個產品 那裡面呢 其中一個產品很棒 那就是可以 極退一些 其實呢 它除了可以用在鮮密的位置 它還可以用在營下的位置 肚皮收縮最大的方式 當然呢 就是一生完的時候 立刻用摘肚 然後用肚兜 然後就是要做運動去鞏固 這三個步驟是必然的 是沒有捷徑的 我生完第二胎 BB就是四個月 但我的肚子好像三個月一樣 是不是一定要摘肚才能改善 那我之前也想著 其實呢 如果是生兩個 就先生完 然後再減 但其實呢 是不對的 是應該是 生完一個 一定要配合 再生第二個 因為呢 你是 如果當你生了第一個 你是鬆了一倍 生了第二個 你是鬆了兩倍 所以當生了一個 的時候 你要先把你的身體 把你的肉 去配合 然後再生第二個 那你才可以收得快 既然你說 我已經生了兩個 那你真的收不到 怎麼辦呢 其實摘肚子 真的是一個好的方法 不過你摘完肚子之後 你一定要用運動去鞏固 如果你只是摘肚子 是沒有用的 因為它會爆出來的 因為你沒有肌肉去摘實它 BB是有沒有驗奶期 BB是不知道有沒有驗奶期 但是呢 我以前呢 一塞奶給他 我嫌他吵 什麼就給他奶 他就會喝 但現在他不肯喝 即是他如果不肚餓呢 他是零死不屈 他是做拱橋 Badbanding 也不肯喝的 那這個算不算驗奶期 但如果他肚餓 他又會肯喝奶 所以我想應該不算是 可能他太胃食 太胃食 你猜一年不累他都吃 放心我洗乾淨了 想問我BB一天吃幾餐 我是不是餐餐餵人奶 還是有配搭奶粉 大概是八九餐 那有沒有配搭奶粉呢 其實剛剛出生的時候 阿菇姐姐呢 就反而晚上那一餐 就有給他喝奶粉 即是睡半夜那一餐 因為他想睡長一點 但到後來我感覺 其實都不是睡長很多 可能睡長了一刀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其實都是差不多 到後來他又不肯喝奶粉 那我就全部都喝奶 產後怎樣安排時間做運動呢 那我自己覺得呢 產後是真的很難找到時間去做運動的 尤其呢 你的兒子真的很癡身的時候 還有我又沒時間又要上班 那其實我真的做了很多運動 但我就是通常產他睡覺 或者就像之前那樣 用他來做運動 還有我有時候會推他跑步 即是跟他去洗澡的時候 順便推他跑步 產後會不會比起產前 想吃多些東西 是會的 我產後之後 尤其是餵人奶 很大吃 我姐姐真的有時候都很嚇襯 給我一些食量 那我真的吃很多東西 生了六年 再用腰封有沒有用 如果你從來沒有用的腰封 一定有用 一定是窄了 好過沒有窄 產後的運動會不會影響奶量 我自己有做運動 但我不覺得有影響奶量 我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發現呢 做完運動之後呢 個人開心了 那些奶也會多了 啊 經常聽人說 餵人奶會空泡下水 怎樣的姿勢 那個空脂沒有那麼下水 不會那麼累 其實呢 我們每次餵奶的時候呢 例如我圍影去喝奶 那我們可以拿一個cushion 放在我們的蛋腿 或者是有一些很腰型的cushion 然後呢 讓它這樣躺在那裡 那你就很舒服了 那你後面呢 最好有東西呢 是佔著你的腰 那你就在一個最舒服的position 而且呢 它是不會扯到你啊 或者你會突然之間的手下去 那你就可以喝奶 不是叫你喝奶 不是呀 哈哈哈哈 它以為有奶 哈哈哈哈 產後抑鬱怎樣解決 那呢 我覺得產後抑鬱呢 每一個女生幾乎都會經歷的 不過是嚴重性有多大 就算我這麼開朗 我也是覺得 啊好像 覺得我的世界改變了啊 我覺得我身形那麼痛了啊 我覺得突然間有這件事出來了 為什麼呢 你們一定要尋求幫助 不要打算自己一個人解決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我是有好好的支持 因為我有姐姐和我的老公 那我家人就不長時間 所以永遠都我們三個 就是變成有什麼事你和你老公聊 那其實你們是一個人生的一個拍檔 所以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其實真的不要 不要收起來 還有慢慢其實呢 是頭一兩個月 你覺得自己有炒烈骨 其實慢慢慢慢呢 你覺得 哦原來自己也能處理到 因為有時候 我們是對未來的一些恐懼 對啦 還有很擔心自己的將來 那其實慢慢呢 你會發覺 算到翹頭痣 為什麼可以懷孕的時候沒有肥到呢 其實我有寶寶的時候 真的有肥到的 不過 收起來了 只有我老公才看到 就是一些橙皮脂肪出來了 那些 那些屁股大腿都肥了 但是 我覺得運動很重要 飲食也很重要 那吃 我沒有特別 真的吃太多東西 因為有些媽媽會覺得 我有一些嬰兒要給很多營養給BBB 但其實我反而覺得 你的飲食均衡 食欠物 以及做多些運動 做多些 Empire Ringo 其實都是很好的 我其實沒有忍過 所以我覺得 你們有時間 就吃營養的食物 但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很厚恨 很想吃辣的东西 我都照吃 有时候突然想吃冰箱、薯片 我都照吃 我不是很乖的孕婦 不要越控制反而有反效果 就是令自己更想吃 因为我发觉有很多学生 就算不是孕婦也好 他们都会逼自己 叫自己不要吃 吃到突然杀红的吃很多 我真的没有想过 一天可以睡两天开钟 今天下午睡觉我又要去做事 真的很累 晚上又懶惰我 但是到现在 每个几月他开始用定狀 我开始觉得自己睡得够了 开始自责了些什么 前半我一直好像游魂 每一天都觉得很辛苦 有便 有没有特别节食 我是没有自食的 我都不觉得大家需要自食 不要想要吃少些什么 反而你要想自己要吃什么 Kofi我给你 遲一天多个月生 我生完很惨 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BB有很多坏习惯 例如要喝着奶奶才睡 抱着才睡 不肯自己睡 一定要睡在大人身边 你BB有没有坏习惯 我都是一个 挺疼爱小朋友的妈妈 我觉得三岁还是八十 三岁之前 大家都觉得没什么所谓 但其实三岁之前 她的脑脖发展 或者对她的性格发展 都很重要 如果她真的喝着奶才想睡 其实我儿子就是这样 我反而觉得 随便吧 有她现在是这样 因为她迟到吃固体 她也不会吃着奶来睡觉 其实大家不用在这个阶段 想太多 不是一些什么坏习惯 而是因为她很需要你 因为你是她唯一的安全感 你本身是她的家屋 她出来了 看到她的家屋 但她不是在家屋里面 那我反而觉得 尽可能的时候 是给她多支援 离开BB的时候 会不会很怪她 当然会 Hello 那时候我记得 我第一次把她交给姊姊的时候 我们要出去吃一餐晚饭 我记得那时候 我老爷大 还在香港 那时候我老公和姐姐都刚在香港 那一餐 就真的要扔BB给姊姊 我说 我出门的时候哭 然后一出到她 整餐饭 我不停看着电话 但是到后来 有时候都要出去做事 都要把BB交给姊姊 其实 还有姊姊又真的很好 那你慢慢就会放心 多些又再多些 尤其我上次去医院 我全天就一直哭 还有查很多东西 还有做手术 那 然后在医院那里 我知道一有时间 我就看着我的镜 看我儿子做的镜 那我看到 姐姐其实都很努力去照顾她 而且也照顾得很好 所以我之后就放心了很多 而且姐姐真的真心疼她 真的会喜欢她 自从那两天没见你两天之后 妈咪就好像戒毒成功了 妈咪迟早就扔下你去旅行 好害怕的 肥仔 怕不怕 扔下你去旅行好吗 扔下你去旅行好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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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外人 如果孩子没有了好办法的问题 现在 唯有跟着这些 视频 运动 令自己更健康 我是觉得很伤心 听到你这样 我知道有很多妈妈 就是 会有些什么意外 或者是有些什么问题 而没了小朋友 其实我见到她 每一天 其实我也很担心 就是我 有时会想 她突然有一天 离开我 或者突然有什么事 我怎么办呢 我真的觉得我世界崩潰 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有的东西 如果 如果 现在小朋友 就像她这样 在发生气 你要知道 其实 有些妈妈是真的没有了孩子 所以 怎样都好 你没有说什么 橙口抑骨 或者什么 其实 如果没有了孩子 你想想 你会避免 所以 没有事情是 辛苦过这件事 或者是难过这件事 所以好好珍惜她在你身边 没有了孩子 没有了孩子 我也很想 跟她说 加油 下一个一定是可以的 到的时候 就会来的 加油 令到自己身体更好 去迎接下一次的新生命 加油 加油 我怀孕的时候 有没有 橙皮纹 如果有用什么牌子 怀孕的时候 用什么护膚品 要特别注意 那时候 我的橙皮纹 的油 我是用Karen's 因为很多人都说很好用 那我的确是OK的 到后来 我又试了用椰子油 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种效果 但是 so far 是OK的 孕妇的时候 用什么护膚品 我是用Melfitter 的 Caudalie 这两个牌子 我觉得挺好 有濕疹的妈妈 是否一定会有 我自己没有濕疹 但是 我听很多人说 如果爸爸妈妈 任何一边是有濕疹 孩子都很容易没有濕疹 不过 如果两个都没有濕疹 我也有见过 孩子是有濕疹 其实濕疹是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所以 真的好说不难的 但是 Touchwood 我孩子到现在 五个多六个月 是没有濕疹 所以 我也很开心 他皮肤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觉得 孩子皮肤有问题 是最烦的 因为 你看到他整身 其实一口口真的很辛苦 我明白那个感觉 有时候他皮肤敏感 哇 真的我见到他那样 我也觉得辛苦 暴雨期间 可不可以用瘦身产品 我是不建议的 就是 我觉得 暴雨期间 怕那些瘦身产品 会吸收到奶里面 所以我是 没有用过任何的瘦身产品 其实我透过今次的 铲口 妈咪Q&A 其实除了想答大家的问题之外 其实都是想去和所有妈咪聊天 我知道我的频道通常都是做人很多 不过自从生了他之后 我觉得我人生是多了个身份 希望可以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希望你们的小朋友都是肥肥白白 如果是准备想要有小朋友 都希望你们相信你 如果已经是有些很横皮的小朋友 已经是十几二十岁的那些 恭喜你们了 你们已经开始慢慢买向收工 我就刚刚才落岸 是不是 我真的很爱她 我老公在哪里 我已经不知道 千万说 老公也要爱 否则就会有另一个问题出现 好了 拜拜 和大家说拜拜 宝贝 先说拜拜 说拜拜 拜拜 拜拜 我 我是 有 费 我 � surreal 我 这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